所以说看看共产党这四年 他到今天的结果 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闻到的 每时每刻都在发声的 欧洲 美国 正在干什么 国际形势 白宫和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 已经彻底醒来 这一点毋容置疑 只有柏林和巴黎 还存在着侥幸心理 是否还和共产党应该有交易 还试图做共产党的代言人 来跟美国来和好 而日本已经彻底觉醒 以伦敦已经别无选择 英女王拿着一把剑 去切蛋糕机器的时候 大家查查英女王的父亲 威廉武国王 还有他的祖爷 曾经的故事 有没有过用剑来切东西的事情 好好查查 英女王告诉机器国家 告诉大家 无论多么美好的生活和蛋糕 都是拿剑从征服中 从杀坏人当中获得来的 他已经愤怒到不行了 据说英国人都懂的 英女王就是拔剑 共产党有个叫亮剑吗 他叫亮剑 绝不能再和共产党勾兑 所以说 英国的伦敦 和日本的绝对的崛起和清醒 和美国站在一起 现在柏林和巴黎 还是天真的想和共产党 搞什么大气候合作 以及分享市场 无非是正在想度过 德国默克尔和法国 马克龙的明年大选的危机 但最终这两国 欧洲必将和美国和日本 和英国站在一起 剩下了印度这些国家 已经完全不用在乎 一旦柏林和巴黎和伦敦的 再次合作灭共的时候 俄罗斯最终和 欧洲会站在一起 从过去是俄罗斯的欧洲 还是德国的欧洲 还是法国的欧洲 还是英国的欧洲 最后变成我们大家的欧洲 一起灭共